好 接下來 第四位老師 這個算命之歷八年 預言中2014年世俗冠軍 妳就知道什麼了嗎 感覺像是 迷卦 好 我們請第四位老師 蕭婉婷老師 哇 好妹的老師 妳的老師都不一樣 老師好拉二胡 這都好會選 好像是 拉二胡的老師 所以這次 老師是迷卦沒錯吧 大家覺得呢 對啊 對不對 第四位老師 妳過啊 她就是個米 妳離不開她 這個世界上不能沒有她 水 媽媽 水啊 到底是什麼 世界上離不開她 世界上不能沒有她 來 一二一三 雞蛋 這個是用蛋來散 那這個米要幹嘛 米代表眾生啊 對 跟眾生結緣 這是妳每天都會碰到 妳每天都跟它一起累積磁場 這個是 在一起的一個狀態 這個是朱砂 這個是朱砂 那呢 我現在就開始啦 老師這個算命法 是妳自己發明的 還是說其實 一直都一樣 四千多年了 四千多年 哪一國家的 中國 妳看我這樣就知道 代表中華民族 剛剛差點 那我們是哪一個藝人 怪儀 怪儀 好好算一下 我算一下 對 平常算命都不會問的問題 就感情我一定不會問 但妳今天要試試看 對 其實齁 我很抱歉喔 他對妳沒有feel欸 誰 妳說這顆蛋嗎 對 我很想請侯仙就是 他有中國人傳統勤儉的美德 可以請妳 但還會選人喔 妳的我等一下問妳 我現在還沒有feel 但會選人 但會選人 我現在妳看我下不了比 他下不了比 對 好 他還挑客人欸 那我們站在前面 那妳要問 對 妳會不會出軌啊 我們同樣的問 所以這個 但是挑人的耶 妳多榮幸啊 被挑到了 那怎麼好意思 我屬雞耶 未來五年內 我有沒有搬家的可能性 豪宅嗎 豪宅 五年內搬到豪宅去 這問題太遠 你會出國 我會出國 你會出國 你會想要在國外置產 你很有遠見 因為這裡只漲不跌嘛 你會去找投資 其實你不在乎房子有多大 你在乎的是 人有靠多近 所以你很喜歡那個房子 是可以 古色古香 是可以大家 可以開門就 欸 我見到妳 妳見到我 不要說豪宅 我住好遠 妳喜歡的是這種 人跟人相處 可以常常靠在一起 家人可以 我常常看到妳 妳常常看到我 妳是投資的 不會有豪宅 不會買豪宅 可是有可能會出國買房子 就對了 是甚麼意思 對 投資 你會走投資 所以基本上 你要看一個事業 那也可能 那他的豪宅 可能是買在海外 有可能嗎 你事業的話 你第二個 你不要講豪宅房地產 你要學會當經紀人 經紀人 對 賣房子還是賣亞蘭 經紀人 經紀人不是這個 經紀人講的是看人 就是說妳很會 知道一個人 做甚麼會成功 做甚麼會發財 這是妳的眼光 妳要先相信自己 有點類似創投這種 是 所以基本上 妳第一個 妳不要把重心 放在妳的想法上面 妳要放在直覺 直覺 對 對 那妳的盤踞就會出來 所以就是妳下不去比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 磁場很淡 她並沒有這樣子的緣分 很大 不是那個磁場 然後自己就突然 自己就下去比 這不是妳自己的意思 對 如果你問我一個深入的項目 比如某某某公司 或是我跟某某某人 那我就可以幫你看到一個 比較深入 那這個人就畫畫了 老師我問一個 真的是很細的問題 就今年 我接下來可能有機會 去拍一部電影 而且是男主角 然後但是因為這個電影 就變成說我必須 工作上要有一些取捨 那但是妳覺得 我應該要去拍這個電影嗎 走吧 不要趕快亂的 電影名稱 電影名稱還不知道 還不能講 對 那妳幫我把這個蛋換成新的 因為現在換人了 蛤 對 不同人和不同蛋 這個不用換 這因為沒有畫過 所以沒關係 妳說這電影什麼時候 這電影可能是 今年下半年的時候 下半年的時候 是本國的 台灣的 下不了筆了 下不了筆了 哇 妳要想很久喔 有 我一直在想啊 這是一個肌服的事業 給妳去選 肌服的事業 肌服是 福德是不是 不是肌喔 是累積善緣 累積福德 大愛 對 它是一個不算事業體 因為妳在問我事業嘛 是嗎 拍電影只是 它這個可能只是交朋友 對 對 到底是有肌還是才有蛋 還是心有蛋才有肌 所以她不應該為了拍電影 然後不主持私房畫對不對 不是不是 不是這意思 不是這意思 還是不主持大學生的美 主持一定要繼續 你主持你看呢 她這個 她的才氣她會一直連貫 而且最重要的是 她的主軸會一直有 會一直有一個主軸 而且你看喔 她這個主軸 團化團化很多耶 對 最重要的是啊 妳的個性跟女生很有緣 所以很多女生會自己喜歡妳 所以妳的感情 要很小心跟妳的事業相克 跟妳的事業相克 對 那我幫她解決 她現在在幫她解決 她現在在幫我解決 她真的幫我解決 所以講到主持就很有 很有 很有feel對不對 對 OK 知道什麼取捨了吧 是 大姐我因為不會離開妳了 OK 但是有一點 妳這一點的彌補妳不足是什麼 人就缺靈門一角 妳要相信我們美人姐 給妳的經驗 她在房地產啊 很有善緣 很有財庫 所以妳要學著跟她投資 她說妳啦 學著跟她投資 跟她投資 對啊 妳的財庫就會震得住 房地產嗎 對妳就會震得住 妳要跟著她 學她的投資經驗 我最近想賣一個房子賣的 不行 換人了嗎 蛋 please 現場還有 很特別的算法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好 接下來這位老師 這裡有25年 資深的 我們來請她出場 吳慧俊老師 嗨 也是漂亮的老師 好 老師這個 真的不用猜了 因為妳看就知道嘛 鐵板子 是 算盤嘛 對 鐵板 它是從宋朝流傳下來的 可是這邊有一盤 這邊有一盤 一個先天一個後天 而且這是五顆珠子的 這是以前的老蒜盤 我們學的時候是四顆了 四顆三顆 所以它是不一樣的 它屬於先天法 跟一般的鐵板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要幫誰算 好的 那個 浩米 浩米就是我的 對 因為她剛剛私底下 有提供她的生存八字 好 那我們知道這個鐵板神算呢 又稱這個指口之段 對不對 對 鐵口之段 好 對 那所以我們來看先天跟後天 那等一下我們要請侯先生的手 可能要放在這個地方 一隻手嗎 這樣 最好就是兩隻手是更好的 兩隻 那我們要靜下來 好 好 那這個 其實我們這個鐵板神算呢 它是呢 人類通往這個 人類基因的一個金鑰匙 也是這個通往生死學的一個金鑰匙 好 那等一下我們來看 因為我們剛剛私底下 有問過她的生存八字 所以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那你想問什麼樣的問題 我想問 對 我想問 我的主持工作還可以做幾年 好 你的主持工作 他很擔心事業 對 你一直從我認識你就有那種恐懼感 對啊 因為我覺得這個圈子 就你也婚到今天都還有主持 對啊 可是我很希望能夠再婚20年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就靜下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侯先生 那其實你的這個財庫來講 你是一個很有金錢能量的人 可是呢你呢 有財比較沒有庫 有財 有財 所以你最好是錢 不要隨便借給別人 那也不要背書跟當保人 盡量是不要 好 那太太呢是 也是有金錢能量 她是有庫的人 所以你們兩個加起來 正好是有財又有庫 所以你賺的錢最好是 漂亮 老師 亞蘭請你來的嗎 沒有 沒有 這是我的靈感 那因為你們兩個是相輔相成 那強者講運命 弱者講命運 你是強者嗎 所以你開發能力不錯 可是不太能夠守 那太太能夠幫你守 那你會覺得說 亞蘭很會花錢對不對 可是她有暗撫 她有幫富運 她可以幫你 對 當後台幫你鎮住 幫你守住 這樣子 所以兩個人是屬於相輔相成 她花的那次是零錢 對 對 真的 那錢一定要花的 對 當然要有所節制 那你剛剛講主持的工作 其實我覺得這三到五年應該是沒有問題 是比較要注意的就是身體健康的問題 哦 前面老師也提醒過 對 那我要看一不一樣 我身體健康哪裡會 比如說你的身體來講 第一個 你過於勞累 所以你要多休息多運動 那你的腸位氣可能不太好 所以三餐可能要正常 還有你的腦內筋 你的腦可能用腦過度 不知道你的睡眠平常 有用腦耶 你以為她是個裝飾女孩 美人姐 這老師有用過的 對 對 我誤會你的 她是有價值的 對 有時候昌明哥呢 他因為用腦過度 他會想太多 因為想太多 所以其實你是屬於精打計算的人 可是有時候過於這個想太多 反而會把這個機會流失掉了 哦 了解了解 對 所以其實你很會衝 可是有時候衝太快 也是不太好 可是又想太多 又顧慮太多 所以你常常會身心靈 會有時候衝突跟矛盾 嗯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現象 有時候是會的 是 有時候想太多 對 很想又害怕 對 那我未來還有可能再拿一座金鐘獎 哎呦 不是指主持嗎 主持 主持 其實我覺得你是很有才華的人 那主持來講 應該要搭配一個搭檔會比較好 一個人可能比較難 兩個會比較好 男的女的 他一直都有搭檔 真的嗎 女孩子 女孩子 對 幾年後有機會 我覺得這個 因為你主持還有三到五年都沒有問題 只要你把身體健康 把它養好 都沒有問題 那應該三年左右 三年以後你的氣數是最旺的時候 可是一定要把身體養好 現在是平順的 現在屬於平順 三年半左右 氣數會比較旺 三年半左右 但身體是 氣數已經 就不要過勞 然後多休息 然後你呢 不要一直動腦 我覺得你的腦好像 無時無刻一直在用 一直在動 沒有辦法停下來 寫不下來 對 老師又不好用 幹嘛一直用 就是不好用 才越用越好 對 所以有時候可能要強迫休息 帶著家人 帶著太太 有時候短暫旅行一下 現在也好 三到五天可能會比較好 了解 了解 謝謝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感覺我們可以做一個 算命觀光大街 對不對 對 太多個不同算命吧 開眼界 你要什麼樣子的方法都有 對不對 對 是啊 外面已經排了50個人了 好不好 真的喔 我們現在要耽誤大家的時間 謝謝你們收看 拜拜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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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支持